哇 有沒有看到我們今天背景很漂亮 我們今天這集節目邀請到了一位超級大來賓 他是一級車隊選手 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他應該已經在來的路上了 我們待會就準備跟他一起去騎車 騎完之後再回來這邊吃早餐 已經來了 嗨阿凱 嗨歡迎你歡迎你 今天我們準備的就是跟阿凱一起來騎乘一下 我們現在在台中 然後來看一下這邊的路線美景 然後順便跟阿凱聊聊簡單騎乘一下 希望等一下不要就是電我 可以等我一下 不會不會 阿媽跟不上 阿媽跟不上 好啦那我們就先去騎車 反正那個咖啡店還沒那麼開 我們就先去騎完再回來喝 我就 其實我在什麼時候 在那時候在藍波的時候就有看到 就是超強我們台灣第一個人 可是那時候我還是田徑選手 是 然後我就想說 如果有機會 我也來蠻想去騎車 我那時候很天真的覺得 以長跑選手的抵押 然後去騎腳踏車應該會很輕鬆 後來我開始騎 從今年三月開始 我發現完全不一樣 就是想像中的那個心肺功能 在就是腳踏車完全用不上來 可是我覺得 如果你是長距離選手應該可以 就是跑5000 游玩馬拉松這個應該是可以的 我覺得心肺可以 但腳跟不上 就是 常常比肉不一樣 對 平路一踩出去 然後我很快就硬掉 就是跟跑步用起來不太一樣 對啊 所以你在腳踏車以前還有常去其他運動 平常會做其他運動嗎 沒有我以前高中的時候 就是有跑步跟騎腳踏車 可是跑步是以輔 騎腳踏車為主 那時候我們蠻常跑5000的 也是算練體能訓練這樣 所以那時候5000最佳 就是那時候創下了 16分多 16分多 那成績其實已經是可以去 比一些縣市級比賽 我有比過現運 我有比過現運 對啊 以16分多其實現運 應該可以拿到前三名 前三名 對 那還蠻 對啊 我國中 我高中那時候其實一開始練 八百千五 然後後來就跑太慢 就轉進走 是 對啊 所以就變開始練進走這樣 OK 剛開了騎車 然後我也都不太會控制強度 FTP也不知道到底是多少 然後就 其實有點是 亂騎 對啊 他後來才比較知道 大概要維持什麼樣的 就是 強度啊 然後是可以踩比較久這樣 是 所以 你FTP多少 問這個 300 好像很尷尬耶 我猜210而已 可是我體重 60 62左右 所以我的推力比算起來 其實沒有很高 沒事啊 就 可是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數據歸數據 可是我還是會 騎起來還是真的 跟著我的感覺走 就是會參考 那你在比賽中 真的看到它的推力比 就是你的FTP瓦數維持在很高 其實你還是會 看自己身體狀況 不會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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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多 我的隊友或很多選手 他們在比賽當中 會把信率跟功率貼起來 只留速度跟距離而已 你平常拍片 你自己的 是用那一支在前面嗎 對 就用這個而已 然後多一個GoPro拿出來自拍 就沒有攝影車啦 平常 也比較少用手腕這樣子 對 因為它太重了 我們好像快到頂了耶 阿卡我可以見識一下 你的衝刺實力嗎 沒問題 好 來吧 追不到了 太遠了吧 太遠了吧 我們騎完了 我們剛剛那路線 應該對你來講 就是熱身還不夠吧 就看怎麼騎啊 快的話就很累 慢的話就休閒時間 因為我們剛剛這樣騎大概 大概是六公里 七公里多 對啊 但最後那衝刺我真的是 就是完全看不到背影耶 就是只能看到車尾燈這樣 畢竟衝刺還是有技巧 所以 那搞不好我回去看數據 剛剛就有突破 就接近千瓦有可能 在那瞬間 那可能就有一秒啦 對啊 好啦那我們就 隨便聊聊 我們剛剛已經點好了 這是 就是聽說你在之前 國外訓練每天都要喝一杯 對 一定是要喝 這個算是 就我們是喝Espresso 那你在點的時候 通常會怎麼 跟他們就是有趣的點法嗎 用義大利文 如果是 因為我們 他們義大利人 他不講Espresso 他叫 他們講咖啡 就要 Scusa Una Coffee Scusa 是 不好意思 喔不好意思 不是就是 請我要點餐 喔 所以不會先說 Ciao Coffee 也會 Ciao Ciao Scusa Una Coffee 了解 所以你每天就是 出發前就會Shot一杯這樣 差不多 對 那我們剛剛應該 是不是出發前沒喝 所以我就是沒有跟上你 可能 有喝完就搞不好可以 可能吧 下次要先喝一下 是 我平常真的是喝每次居多 這個 又酸又苦 好 那我想說 就是跟你聊聊 就是我們之前 其實因為我在 很久以前 在 你剛加入藍波車隊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大概是 1415年 那時候我大概是 剛上大學 然後那時候其實就 開始關注就是 自行車賽事 因為我們班上也有 就是自行車隊的同學 對然後我就想說 欸 就自行車比賽 我覺得很有興趣 然後那時候就很想騎 但因為我那時候大學 就還是 進走選手 所以其實 沒什麼機會可以去參與其他項目 因為教練怕你受傷 對啊 但是我那時候就有關注到 就是阿凱加入藍波車隊這樣 那其實 蠻好奇就是你在 嗯 比賽期間阿 就是 都是如何 就我覺得這話題 可能大家聊很多次 但我其實也蠻好奇 就是 如何在 一直移動的這件事情上 去做備賽 因為我覺得以 前進選手來講 如果你在 一直去 轉換地區 然後其實你要適應阿 然後客表上 或是 坐飛機什麼 其實都會讓身體 蠻不適應的 當然一開始我也是很不適應 就是 時差的關係 因為歐洲跟台灣 夏日的 時差是6個小時 對 然後 基本上是半天的時間 你會非常的不習慣 一開始阿 後來 等你知道要怎麼去做 時差調整的時候 其實你就很習慣了 像我的時差調整 假如說 如果是下午到了飛機 然後盡量就是 撐到晚上 10點 就睡覺 就讓自己累一點 對 然後如果是你早上到了飛機 然後你早上可能 休息一下 然後下午看能不能換裝 出去騎一下 曬個太陽 逼自己一定要曬太陽 這樣子才 會比較快 進入當地的時差 的那種情況 對 如果在比賽中的轉場 像 其實我們每次比完賽 都有大巴 可以做 所以我們也可以在大巴上面洗澡阿 然後甚至有時候 會做一些簡單的放鬆 治療按摩 在大巴上面 那台還可以洗澡阿 可以洗澡 就我每次看到那個環發的轉播 然後看大家就是上車 就在上面 然後開始也喝個飲料 看起來就還蠻舒服的 因為還可以洗澡 我們一個人一個椅子阿 然後就衣服脫了 就有按摩師 他們會幫我們去洗衣服 我們就趕快去洗澡 洗完澡就趕快穿好衣服 然後就像穿一些恢復的襪子阿 壓縮系列之類 然後完畢之後 有一些可能會做簡單的治療 說你肩膀不舒服 哪裡不舒服 會有一些按摩師或治療師 會馬上緊急幫你做處理 這樣在上面 那剛剛講到這個車 那有沒有就是你有經驗 是真的移動時間 最長最長 有坐過多久在這個大把上 我坐過六個小時應該有 六個小時 那你們通常是會移動 但是是在到當地過夜吧 不會在車上過夜 不會不會不會 到當地的旅館 在車隊當中阿 其實像有時候你們環發是 可能八個人或九個人 然後可能環翼是另外一個小隊 那在這些選手 就是你的隊友們去參賽的時候 那你們會怎麼維持訓練 就是你們會有一個共同的基地嗎 還是說是 除非有訓練營 我們才會在一起 對 不然其實賽季開始 就是各自有各自的比賽行程 如果是沒有比賽的話 就是在自己的家裡訓練 所以其實它不像我 我可能想像說 大家在參賽的時候 會住在一個地方 就是選手村 然後大家是 那可能這八個選手要參賽 其他人就繼續留在這邊訓練 就是你們不是像這樣 因為其實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家庭 大部分都是還是在家裡面 所以其實就是平常 非賽季還是各自在各自的家 就是有賽季中間 是沒有比賽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如果車隊沒有其他的 訓練營的要求的話 基本上就是其他歐洲選手 都會自己在自己的家 這樣假如說環發賽 現在已經開始了 然後一組人在環發賽 然後另外一組人可能 在準備環西班牙的那一組人 可能會先在某一個地方 集結訓練營 然後完畢之後再整群的去環西班牙這樣子 所以你們教練群會其實分超多批 我們很多 就是各個組別都會不太一樣這樣 也蠻好奇就是 其實在你們飲食上補給 會有什麼特別 因為像我們 就現在知道可能大家 蠻喜歡吃果膠 或是吃一些能量補給的東西 但我其實蠻好奇在這麼長的比賽 就是像是環西環發這種可能很多天多日賽 甚至連環台賽這樣的級別 你們平常中間還會吃什麼 就是比較特別的食物嗎 除了其實本身的贊助商 果膠啊 那個能量爆啊 這一種的東西之外 然後我們車隊 就是車隊 在職業車裡面 像有一些廚師 或者是我們的廚師 或者是我們的按摩師 他們會幫我們做一種像 Rice Cake 就是 米糕 類似像那種東西 可是它會有分口味啊 有甜的也會有鹹的 甚至還會 準備有時候還會準備 像我他們有準備過 四粒加巧克力 那你們賽中會吃嗎 會吃 所以比賽中不會只是果膠 就是 不會只是果膠 我們會主要以固態的東西為主要 果膠會比較 其實吃的沒有比例沒有很多 真的喔就是以環發賽的選手來講 果膠吃的沒有很多 它的感覺 飽足感這種不太夠嗎 還是你覺得 果膠我們會比較用在 可能中後半段 可能會需要 比較多一點點的能量來源 不過其實中前半段 200公里的話 不可能 10公里就吃一包 10公里就不太可能這樣子 對所以就是 其實公路賽的比賽 中段之前 還是會以固態的東西為主要 你有一個事後是開飛機嗎 所以平常就是 是早上訓練 還是早上飛飛機 在台灣的話 如果我剛開始學的話 我是早上訓練前飛飛機 飛完飛機之後再去訓練 訓練完之後再看情況 風不大的話我就去飛飛機 就是這樣 就是一天飛兩次 對 就是那時候我剛開始練的時候 現在就是 也沒有 現在就是 沒有那麼頻繁 沒有那麼頻繁 就有時間再飛就好了 為什麼要訓練前飛 是不是你飛完會感覺 心情好一點 因為你知道嗎 因為你剛開始學 初學者玩飛飛機 就是你的技術還不到 你很怕很多人在看你 早上是沒有人 沒有人在看 所以飛友 一般出現時間是下午 對 所以你要先練起來 應該是這樣 所以那時候算是你的偷練期間 早上一起床這段 想問一些比較 我覺得自己蠻有興趣的 就是在國小 有聽到蠻多不好說 你一開始小時候其實蠻胖的 是 然後在那時候 有因為騎腳踏車變很瘦嗎 有有因為騎腳踏車變很瘦 那這時間很短嗎 就是你可能 很短大概一年 不到一年的時間吧 大概從 國小六年級升上國一 國一的下學期吧 就很低 體重大概落差多少 我小時候對體重這個數字沒有概念 就沒有數字沒有 不過就是 那時候就我爺爺 我國小大部分都跟我爺爺在一起比較多 我國中了之後 就到外面了 就跟我爸媽媽在一起 後來去操了之後 我爺爺就比較少看到我 後來有一次回去 我爺爺扔到我 他以為是我怎麼樣 是生病 就是生病瘦太多 對啊 那真的差很多 就是這種感覺 看起來像氣球消氣那種感覺 就是這種感覺 其實我在騎車到現在大概 接近一年時間 但我在剛開始騎車是因為 有認識的朋友帶進來騎 就是 他們會帶我去認識的車店 或是跟他們一起約騎 所以就 被人家我覺得還蠻友善 但其實我覺得剛踏路 真的會有點小緊張 因為 第一個是你對器材完全不熟 然後第二個是你服裝 可能穿的品牌 或什麼 尤其在台北 我覺得這個 在台北如果你穿了一個 蔡奇阿杯的衣服 大家就會覺得 那是什麼 對 就是大家可能會先 以品牌迷思來看 你這個人騎車是專不專業 那其實有沒有建議 在剛開始踏路腳踏車的新手 應該用什麼心態 或是他該怎麼準備 在開始騎車這件事情 其實 這個要怎麼講 如果你已經很喜歡騎車了 你想要踏進來的話 當然最好還是會有人帶 我相信就是你想要 大部分你想要新手進來騎車的人 你一定周遭會有認識的人 對因為被影響 一定會有人 因為你是被影響的 我覺得你可以透過認識的人 就是教你 慢慢把你帶進來 這樣子然後跟大家融入 因為其實 其實我自己也有感覺 就是還是 你到北部會有一個差異 會有一個差異 我覺得像我去比登山車阿 或是在跑步 其實大家其實蠻熱情的 但我覺得有時候 公路車比較 小小的會覺得 有一些小群組 大家會 這個車隊會一起阿 或是揪團會一起 但是 可能隊不認識的 就不會到 我覺得沒有那麼熱情 以我自己是選手的角度來講 像我上 我也參加過登山車 跟阿丹他們 我覺得他們的比賽很歡樂 可是如果你 當我今天是在比公路車的話 其實公路選手大部分會比較專注於 競技的感覺 那如果 因為我其實在這幾年環台賽 我幾乎每一屆都有看 然後我覺得就是 我看都真的 在比賽 在電腦前面 我就在看線上轉播 都覺得 哇 就是很期待今天阿凱在那個 沖線的時候又出來 或是沖四點 我其實在這幾年我覺得 都很有印象 那其實我蠻好奇 在環台賽這麼多戰當中 有沒有哪一戰 是你自己真的很有印象 就是在 路段啊 或是 沖線那一刻啊 或是 什麼樣的moment 是你真的覺得 喔 那個真的是 在中華隊裡面 你覺得很滿意的一個 當然是今年的桃園戰阿 因為我抓得很好 那個 TEMPO我抓得很好 對阿 就剛好就給我出去拿一個 單戰第二 我覺得那一戰真的是 對對對 我在就是電腦前面 然後自己這邊爽 然後我旁邊的就是 室友還說 你在幹嘛 那明年環台賽還會參加嗎 我不知道 就是 我覺得 因為其實我年紀也不算小了 我想要是在台灣 黃台賽有一個 很好很好的表現 因為 紅點山綠山 綠山雖然沒有完成過 紅點山或是亞洲藍山 我都已經有一個目標了 都已經有達成過了 現在就是黃山 還沒有穿過 或者是單戰冠軍 這兩個應該是我接下來 比黃台賽的目標 好啊 那就感謝阿凱 今天接受我們這樣 就是 對你來講應該很輕鬆的騎乘 那對我剛剛就是 已經有點 邊騎邊講話 有點太喘了 的這個訓練 然後最後來喝一杯這個 Espresso 真的體驗一下 你看我們現在 很像義大利的這個 義大利是長這樣嗎 有可能差不多 好啊 就是感謝阿凱 那接下來 就是因為你可能也 即將要繼續出國 去參加訓練 如果順利的話 對就是祝福你在訓練比賽 就一切順利 謝謝 期待環台賽接下來 你回來的這個表現這樣 OK 感謝你 好啊那我們今天這集 影片到這邊結束囉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感謝阿凱 掰掰 那其實這次啊 我們還幫大家爭取的就是 這兩個抽獎品要送給大家 一個是他們的千名水壺 另外一個是他的千名車衣 那怎麼參加這次抽獎方式呢 只要在下方留言 阿凱加油 就可以獲得這次的抽獎機會喔 那如果你是我們頻道會員啊 就會有三次簽的機會 所以想要提升抽獎機會的話 趕快加入我們頻道會員吧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